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肺对膀胱的调控是通过气的作用来完成的 所谓气化则能出益 经贵要略里边有 就有这样的条文 当然了 具体我不想直接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具体这个药方到底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经贵要略找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加减 因为加减最重要 其实上刚才我说不想跟大家说 这个表达有点问题 不是我不想跟大家说 而是说我最怕的就是 这个方子告诉大家了 大家没有变化就去用上了 也可能他并不是那么的对症 他这个呢 就是肺虚不能制约膀胱的小便 一腻不进症 临床上咱有肺气不利 水停破肺 肺气上腻 这喘症 常以清理膀胱 的方法只可 只喘 膀胱气化 失常可以透过治肺来调节 例如中医咱常用的蹄虎接盖法 就就就像吴局通提到的 起上闸 化肺气 宣上及立下 大家想一下 就是在很久以前 我在有一次给大家讲 就是关于这个肺的功能的时候 我是不是画了一个 就是锅炉一样的东西 他上边的话 排气法好着呢 然后底下排污才会正常 他这个是相对应的一对关系 那当然了 朱丹西也讲过 肺为上胶 膀胱为下胶 上胶壁则下胶塞 所以你通上胶 也可以透过 通上胶而通下胶 也可以透过调下胶而影响到上胶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临床上咱经常会用到 麻黄汤 开上胶 起下胶 以立尿 又用于控制 尿瓶 治愈老人及小孩的遗尿 当然了 这个麻黄汤呢 其实上在很久 就是在以前的话 我给大家讲 桂枝汤的应用的时候 我提到过 当然 他这个 这里的话 就是可以用到麻黄 然后来治 小孩的遗尿 老人的遗尿 当然了 我多说两句 很多人说 麻黄不就是发汗的吗 为啥这儿用利尿呢 实际上麻黄 他跟桂枝 相配合的时候 他是发汗的 但是麻黄 他和 干草相配的时候 他又是利尿的 所以说 他这个是一个药 两个用处 在这儿的话 咱用的是这个 然后呢 咱就是 用针刺 就是肺经的裂缺 可以来治疗 尿瓶 及多尿 这些症状 然后咱针刺 体经的应用权 也可以利尿 也可以治尿 大家想一下 我这儿多说一句 大家想一下 尿瓶和多尿 大家首先考虑到 看到这个多尿 大家第一想到的是 一个什么病呢 糖尿病吧 还有尿崩症吗 是不是 所以说 咱就是 这个思路就出来了 当咱来治疗尿崩症 和糖尿病的时候 肺经是必须要 选的一条穴位 不是 一条经络 当然用不用略缺 在意 但是 首先咱知道 从这个方向走 也是可以走得通的 咱 针刺 体经上的一零权 又可以利尿 也可以治尿 当然了 这个的话 它是通过条肾 来实现的 条脾肾 来实现的 那咱来针刺 就是肺经上的 鱼记穴 也可以来治疗 膀胱经 所行之背痛 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 膀胱经 所行之背痛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是咱的整个背 然后这儿是大椎 这是咱的脊柱 然后旁开1.5寸 3寸 这两条区域当中的 就是膀胱经的走向 这边也一样 就是咱 腰背 疼痛的 就是在 咱脊柱 旁开1.5到3寸 甚至到6寸 之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疼痛 咱全部可以来选择 肺经上的鱼记穴 来解决 咱来针刺背书穴 来可以治疗气喘 大家想一下 咱用的最多的就是 肺疏 定喘 等等这些穴位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 因为背书穴的话 它本身就在膀胱经上 通过肺 与膀胱 相别通的关系 来通过治膀胱 来调肺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就是说 它除了就是 这个直接的对应关系以外 还有就是说 咱子宫的病症 和膀胱经的关系 这个呢 就是说 伤寒论上有太阳经 有太阳经 蓄血症 然后呢 这太阳经蓄血症 那原文怎么讲的呢 太阳 病 热结膀胱 其人如狂 少腐集结 就这一段话 太阳蓄血症 常有 如狂 的精神症状 有许多 妇女 子宫 蓄血 淤血 也会造成精神症状 例如痛经 例如臂经 例如 热入血室 等等 这个呢 基本上来讲 最多的是用 陶和成气汤 陶和成气汤的加减 来治疗 就是说 妇科子宫的 这块的问题 当然了 在经贵药略里边 也提到了 就是说 他治子宫的疾患 常用贵枝 弗林瓦组织 当然了 我这用的 这些所有的穴位 包括我用的 所有的药方 回头 我都会专门 做一期节目 来直接把这些东西 全部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 自己来辩证 自己来加减 来调理 就可以了 当然了 实际上 伤寒论和金贵药略 这两本书呢 是一本书 合起来叫 伤寒杂病论 为什么分了伤寒论和金贵药略呢 这是 晋朝太医王叔和分的 当然咱不去纠结 这个历史上的事 咱就按现有的情况来看 所以说呢 直接就说 刀呢 都有 膀胱经的主要 贵枝 像贵枝呢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贵枝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说 它是太阳经的主要 同时呢 它也可以补气血 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作用 然后呢 在这儿呢 咱就知道了 它是通过 它这个就是通过 脏腑别通的关系 通过就是调理膀胱经 然后来调理咱身体的 这些问题 所以说 咱也知道 通过 透过这个 脏腑别通理论 咱也知道 肺就是 董事齐血里边的虫子 虫鲜血 也可以用来治疗子宫肌瘤 可以说是透过脏腑别通的 肺和膀胱通 起到了作用 再一个 咱董事齐血里边的 这个 腹磕血 在肺经上 它也可以用来治疗 妇科病 它也是 尤其是子宫的疾病 它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说 这也是脏腑别通 应用的一个 具体的发挥 今天我洋洋洒洒 讲了这么多 其实让 大家想一下 这里边涉及的东西 就是一个理念问题 当你真正就是理解了 当你真正理解了 就是这个脏腑别通关系的时候 然后就是说 特别就是今天我主要讲的是肺和膀胱通 当你理解了肺和膀胱通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有很多 有很多这些疾病 然后的话就说 用药怎么用 用针怎么用 思路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应该如何来思考 那所以说呢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研究 中医方面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很重要 当你想明白的时候 你会发现迎刃而解 当然了 咱今天就讲到这 明天呢 咱讲 别的脏腑别通的关系 因为脏腑别通的话 它有六对 咱明天讲下一个 好 拜拜